生活在光阔无垠的大陆上 抬头便是一望无际的天空 必然会引起原始人类对天与地的猜想 古代人为何会提出天元地方之说 天地之间的关系与普世社会中尊卑关系 是否有所联系 跟随先生一起走进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天地世界 大家再看这叫六十四卦方圆图 它把六十四重卦先排成一个圆代表天 再排成一个方代表地 用它标示中国古代盖天说 也就是天元地方说的宇宙观 当然这个排布它有意义里的非常复杂的关系 后人用它算卦也做了非常玄妙的解释 我们暂且不讲算卦 大家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宇宙观的 意经排布图 叫盖天说宇宙观 意经排布图 我们再看六十四重卦 我前面讲过 用八卦排成重卦 两个八卦合成一个六窑卦 这叫重卦 也叫六窑重卦 它的这六窑重卦 全部是用八卦的名称命名的 比如大有卦 叫火天大有 就上面一个离卦 底下一个前卦 叫火天 这个卦叫大有 比如雷泽卦 叫闺魅卦 这个卦上面是一个正卦 下面是一个对卦 叫雷泽闺魅 这就是六十四卦的重卦建构方式 好 我们就简单做这么一点说明 我不再多讲 我们下面稍微谈一下卦象 我们先看周一头两卦 前卦和坤卦 我们时间有限 我只讲几个卦象 以便于大家理解 中国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 前卦和坤卦 后来在《易里易传》中 前卦代表天 代表阳 坤卦代表地 代表阴 到孔子时代以后 天尊地卑 男尊女卑 这两卦出现了重大分化 可是大家看一下它的卦词 这两卦最初 它只是早年算卦的一个算正式记录 所以它早年没有吉凶之别 我们看一下它的卦词 前卦卦词这样写 说 前 圆 亨 利 真 圆就是圆出 奠基 亨就是横通 利 真 就是算卦结果 有利 逐利 也就是一个吉卦 大家再看坤卦 它的卦词 易经上是这样写的 说 坤 圆 亨 跟前卦一模一样 然后接着说一段话 说 利 拼 马 之 真 也就是算这一卦 是为了一个卖马的人 去卖母马 如果卖马的人去卖母马 有利 说 君子有忧望 先迷 后德 说你卖马走得很远 你有一个很远的路程 但是你先会失去生意 找不见市场 以后你会有所收获 主力 这也是一个极卦 西南得鹏 东北丧鹏 我在前面讲甲骨文的时候 讲过 鹏就是一串货币 说你在西南这个地方卖马 那个地方人的购买能力强 你能赚钱 东北丧鹏 说东北那个地方 人的购买能力差 那个地方可能本身也缠马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卖马 你赚不了钱 然后讲 安 真吉 说你得这一卦 总体是安的 是好的 卦象是吉利的 请大家注意他的卦词 钱卦和坤卦 基本上都是吉利之卦 并没有尊卑 凶吉的差别 但随后发生分化 到周代后期春秋时代 孔子做出理智文化 把他原来的战事记录 另做理学的解释 于是就有了凶吉不同的 另外的分辨和解释 于是孔子讲 天尊地卑 义的团传 也就是两汉时代的人物 在作传的时候 就讲 大窄前缘 万物滋始 乃统天 把钱挂标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后智在昆元 万物滋生 乃顺成天 也就是昆卦 变成顺成钱卦的 一个卑微地位 大家注意 这都是后人的 随着社会形式 改变对他的 另外的变态的解释 我举个例子 我前面讲过 由于老子代表的是 始祖部落文化 商代文化 他推崇人类 小国寡民的那个时代 代表人类母系 始祖社会的思想 因此老子跟孔子 对男尊女卑 天尊地卑的解释 刚好相反 大家看老子怎么讲 老子讲 无明天地之事 有明天地之母 请注意 始这个字和母这个字 都是代表女性的 也就是因反而占据优势 老子又讲 说古神不死 是为玄品 玄品之门 是为天根 这个话我在 《老子道德经》上讲过 它是对道的最高占许 仍然是用雌性 和雌性生殖器官来表述 老子甚至在博书中 有一段表述 高度推崇女性 他这样表述 表述的非常形象 他说天下之交也 拼横以敬圣木 老子做了一个 很形象的比喻 他说天下男女性交 交欢 拼代表雌性 木代表雄性 他说拼横以敬圣木 他说女性总是安静 所以他一定胜过男性 男女交合 男性在上面不断地运动 很快就扬尾了 而女性在底下 永远没有个尽头 所以总是男人失败 所以他下面接着说一句话 为其敬也故意在下 他说由于女性总是安静地处在下位 因此她才具有优势 我说这一段是想说明什么 是想说明后人对 一经的解释 对天尊地卑 男尊女卑的解释 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随时代生存结构和生存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大家注意 一经后来的哲理解说 也就是一经传的部分 跟一经最初作为战事记录的含义 大相移去 我们下面再看 记记卦和未记卦 在六十四卦中 最后两卦就是这两卦 所谓记记就是完成的意思 所谓未记就是未完成的意思 在第六十三卦叫记记卦 大家看这一卦 它当年的卦词 也就是算卦的卦词 叫亨通达 小力真 就是算卦的结果 小急小力 初急中乱 说最初是有力的 最终是不力的 这叫记记卦 大家再看未记 也叫活水未记 上面是一个离卦 底下是一个坎卦 它的卦词是这样的 说亨 也就是贯通 然后讲小狐记气记 说一只小狐狸 要越过山东的记水 辱其尾无忧力 说把小狐狸的尾巴打湿了 小狐狸最终没有过了记水 所以这一卦不力 那么这一卦 叫记记 就是完成的意思 到六十四卦 最后一卦叫未记 说没有完成 然后又从第一卦 前卦开始进行循环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叫周 老子讲周行不代 也就是中国易经 由于它一开始建立的 就是辩证思维观念 所以它是一个 圆形的运行方式 大家读过黑格尔的书 就都知道 圆形循环的这么一个 思维模型 是典型的辩证思维模型 到最后一卦 他讲又没有完成 于是又从首卦开始 重新运行 这个辩证思维方式 贯通中国整个哲理系统 所以中国古代 从老子到后世 所有文人 不断地讲下面这些话 叫周而复始 周行不代 易经团词中讲 日中则则 月迎则时 天地迎须 雨时消息 他说太阳走到中间 就一定会偏膝落下 他说月亮最圆满的时候 一定是月亮开始 逐步要从迎到亏的开端 他说天地不断转换 雨时消息 随着时间而消长 他又讲 一何一必未知变 往来不穷未知通 这是细词中 易经细词中的话 又讲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原始反中 这都是典型的辩证论证方式 它构成中国基本思维模型 和基本宇宙观 都受到易经 卦象循环的影响 我们下面看两卦 很有名 叫太卦和匹卦 太卦和匹卦 后来被引称出非常复杂的含义 我们看看《易传团传》中所说的话 他说太卦是这样说的 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旗帜同也 内阳而外阴 内见而外顺 内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如果得到这一卦 天地交而万物通 自然界都会很顺利 上下交而旗帜同 君臣之间关系通达 然后内阳而外阴 内见而外顺 内里很有原则 外里很圆滑 内君子而外小人 内里是一个刚见的君子 外面表现出很平和的日常状态 君子的道长 小人的道消 这是太卦 好 大家再看皮卦 我不讲他的卦词 我只讲他的传部分的表述 他讲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也就是君臣民之间不通 正不通 人不合 国家都要崩溃 内阴而外阳 内柔而外刚 内里很阴柔 很阴险 表面上表现得很像个人模人样 内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也 这两卦在后来 他早期实际上只是一个算卦的卦词 但他到了两汉时候做成传 做成自然人际关系的哲理表达 却盼然有别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 他的阴阳卦 也就是前卦和坤卦 上下的这个乾坤变化已经代表了非常多的含义 他居然可以分别代表天和地 内和外 刚和柔 君子和小人 而且大家注意 他的下面的内卦是优势卦 他的上面的阴卦 外卦是弱势卦 所以内卦是太卦 内卦代表君子 而脾卦 内卦代表小人 也就是下位卦不具优势 请大家注意 随后的情形会为之一变 我在这里首先想让大家明白 到两汉战国以后 中国早年义作为算卦的卦词或者谣词 已经通达为一种变态的 复杂的 非常广泛的其他解释 而且这些解释隐身的那些原则 和它的逻辑关系 混乱 好 我们下面再看 我在这里讲这么几个卦 大家先看顶卦 大家注意这一卦为什么叫顶卦 它其实是由 这个卦的名字叫火风顶 它上面的卦像是梨卦 代表火 下面的卦像是迅卦 代表风 我在前面讲过 所以叫火风顶 大家注意它为什么叫顶卦 是因为这个卦像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顶的样子 大家看顶 古代的铜顶 上面是一个煮东西的斧 下面有三条腿 然后在底下煽风烧火 那么大家看顶卦 它上面是一个梨卦 代表斧的部分 加热 集中热量的部分 下面一个迅卦 而且迅卦下面两个阴摇 刚好像顶的三腿 的具象描写 下面煽风点火 热量集中在上面煮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卦像 你算卦得到这一卦 它会说 五味杂陈 一顶条河 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锅里面 填入了肉 香料 盐 水 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最出肠不是味道 你慢慢拿火候烧 它最后会出一锅香喷喷的肉 它告诉你最初是很乱的 你是分不清急凶的 你得慢慢地熬时间熬火候 最终得出一个急卦 这完全是具象类比图解关系 我提醒大家注意 它的基本思路不是逻辑推导 而是具象类比 好 我们再看 这一卦叫咸卦 也叫泽山咸 泽上面是个对卦 代表泽 下面是个根卦 代表山 那么既然叫泽山咸 我们应该想象 代表水 代表山 可这一卦 可这一卦为什么叫咸卦呢 咸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它已经不是那个显阳的 咸的含义了 它在字形上和感 这个词非常像 感情的感 就是在咸的下面加一个心 所以这个地方的咸是感的通甲 它的卦突然变了 上面这个对卦不代表泽了 在这个地方代表少女 下面的这个根卦不代表山了 在这个地方代表少男 表达为少男追少女 因为少男追少女是一个合理的 符合中国观念的一个组配关系 因此称之为正常的感卦 好 大家再看 这一卦叫谷 谷卦 叫山峰谷 上面是一个根卦 代表山 下面是一个驯卦 代表风 它为什么是谷 谷惑人心的谷 谷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毒虫 它可以侵入人的神经系统 使人神经离乱 精神失常 这叫谷 大家注意 这一卦在这个地方 根卦不代表山 代表少男 训卦突然也不代表风了 在这个地方代表长女 因此这一卦是长女追少男 由于中国古代 认为男人年龄大 追年轻的女人正常 一个老女人追年轻的男人 是蛊惑人心 因此这一卦叫谷卦 大家再看 这一卦叫剑卦 叫风山剑 它上面是一个驯卦 本来代表风 下面是一个根卦 本来代表山 按前面的讲法 那么这一卦应该是少男追长女 可他突然又转回来了 它上面的驯卦 就代表风 它下面的根卦 就代表山 这一卦的解释是 山中有木风吹临城之味 它又转回来了 你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大家注意 在弦卦和古卦中 上位卦是幽氏卦 下位卦是劣氏卦 下位追上位 跟前面讲的太卦和匹卦 他的内外上下关系又颠倒了 我想说明什么 中国的易经 在中古时代以后 不断层累 以至于各个符号的职位 已经没有了针对性 它竟然可以任意职位 任意替代 大家要知道 在唐宋以后 很多艺学家 他居然可以给别人签名的时候 都不签自己的名字 只画一个卦像 也就是唐宋以后 艺学已经把卦像 复杂到这样的程度 它的每一个中国字 上万中国字 都可以归在这六十四卦像中 大家知道 人类的任何符号 是必须有明确针对性的 我们把这种符号 有明确针对性 叫定义 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你用的任何一个词 一句话 你首先必须定义 然后才能讨论 思想才会清晰 否则永远无从 窒息你的思想内涵 请大家读一读 牛顿的数学书 也就是最著名的那本经典力学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前四十页左右 居然全是定义 也就是对每他要用的 每一个词的内涵和外言 做精确标注 但是中国的卦象 到中古时代以后 它居然开始有随意性和任意性 它可以把任何含义 带入六十四个符号中 任加解说 从而使得它完全失去了 符号的可定义性 从而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符号是广泛内涵 高度凝炼的形式表现 中国上万的汉字 都可追溯到六十四卦之中 可见易经文化 在广泛性与深刻性上 都达到的极限 前面我们谈及易经历史层蕾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 其内涵发生的流变甚至错乱 下面请听先生 是如何平易易经的 那么我们下面 简单地对中国的易经 做一个现代平易 请大家首先听明白我讲课 我前面把重点 主要放在 易经文化得以发生的渊源上 讲它当年在远古时代的文化 维护效应 及其发生的合理性 这个重点上 我接着讲 易经文化对中国后世 整个传统文化的 奠基性影响作用 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我总体上如果还有贬保之含义 那么我是对它取表扬和赞许态度的 但是我下面不得不说 易经文化随着后世的层蕾 它逐步发生变形和变态 我前面在讲哲学课的时候一再讲 我说人类文明进程 就是一个信息增量进程 人类的任何一个思想系统 都只不过是对当时信息增量的整顿 所以人类的任何思想模型都不是真理 只不过是不同信息增量的整顿自洽模型 那么易经作为人类远古低信息量时代的 一个思想模型 它本应随着信息增量的发展 而发生其他突进性补充 可是它固守其原有的 象形符号和类比图解系统 只在其中内旋 而不发生外部碰撞和交流 从而使之逐步僵化 这就是易经文化中古时代以后 自身无法突破自身必然带来的一个后续结果 好 我们看一个现象 明末清初 易经文本被西方传教士翻译到西方 大家知道德国有一个著名哲学家 我前面反复提到过 莱布尼子 莱布尼子这个人对中国文化高度推崇 他见到易经惊叹 说中国人居然在数千年前 就已经发明了二进未至 今天我还见到有些易经学者这样讲课 这个讲法对吗 显然不对 莱布尼子是按照西方抽象思维方式 看待易经 而且要知道 西方二进未至数学 第一发明人 就是莱布尼子 莱布尼子刚一发明二进未至数学 计算机 手摇机械计算机 随后立即出现 由于莱布尼子是典型的维里派哲学的代表 我在西哲课上讲过 英国经验学派 德国维里学派 莱布尼子是德国维里学派的典型代表 因此莱布尼子抽象逻辑能力极强 他跟牛顿是同时发明微积分的人 是二进未至数学的创始人 所以他用他的思维方式看易经 竟然把易经误解为二进未至 他完全搞错了 大家要知道 如果易经在数千年前就是二进未至 中国应该早在周代以前 就已经发明手摇计算机了 可事实上没有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文字中 算术的算这个字 它的本字不是今天的这个字 而是这个字 大家注意这个算和这个算的区别 这个算是什么 叫算筹 易经最初是用摇来表示符号的 它的伸展表述就变成中国的算术工具 中国早年做算术的时候 就用的是这样的木棍 叫算筹 像一个羊瑶 然后把它摆起来 连续摆 一二三四五 到五停下来 横着摆 摆一个代表五 大家看算 横着摆的这两个各代表五 重着摆的这三个各代表一 这就是算筹这个词汇的来源 所谓运筹帷幄 就是在帐篷里就能够进行计算 就是这个词的来源 而大家把中国本字的算看一下 它是什么 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发明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它绝不是二进位置 它是典型的十进位置 它由此推导出来的 不是计算机 而是十进位置的算盘 所以我们说莱布尼茨一定搞错了 大家再看 易经 把所有符号具象化 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反复讲过 我说符号具象化 会产生一个重大的麻烦 就是符号的表意 被视线化 主观化 狭隘化和僵硬化 抽象符号为什么成为人类后来使用的最主要的符号 我们近代的所有文字 最重要的符号 包括数学符号 包括计算机编程符号 全都是抽象符号 是因为抽象符号可以撒掉具象中诸多属性 从而只进行最深刻属性 最本质属性的抽取和计算 使得任何一个符号可以最大量的采集信息 也就是任何符号可以准确地 有定义地通览大信息量在其中整顿 这就是抽象符号的整理力度 思想整理力度 远大于具象符号的原因 我举个例子 欧几里德 他是哲学家 他为了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 他居然用世界上不存在的抽象的点线面 用五条公社加五条公理 存逻辑推演 用最基本的尝试 在逻辑极点上以最抽象的方式推演 居然推出平面几何四十八条定理 四百七十六项命题 后人几乎加不进去任何一个东西 完成黎曼几何之前 几何学的全部逻辑推演 成为后世数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它是存抽象推演 达成极高的学术成就 大家设想 如果当年的欧几里德 他把抽象的点线面变成具象 点代表人 线代表天 面代表地 然后去推演 就像中国人总是讲天地人 这样来讨论几何学 天下还会有几何学和数学的 整个逻辑系统的延展吗 所以这种具象符号化的束缚 这种在具象符号内 不加以突破 而不断在里面层类化 繁复化 较缠化 它缔造的结果 是文化发展道路的封闭 当然 我这里绝不是在批评中国人 我只是在讲 中国文化的特质 在一个封闭地貌中 中古时代以前 缺乏民族扰嚷和文化交流 它必然带来的是 对原始文化的精雕细琢 是无法突破自身文化遮蔽的 一个雕琢过程 从而带来这种难以突进的 繁复化成果 这是《易经文化》 在中古时代以后的 一个思想局面 我们讲课重点讲 思想和文明的关系 理解这一点 我们下面才好讨论 有关的算卦问题 作为原始文化的代表 先生肯定《易经》 在中国传统思想框架下的 奠基作用 但对于《易经》的符号具象化 先生担忧其将成为 历史的层累加深 导致文化发展封闭化 下节课 先生将就《易经》中 算卦部分进行解析 与大家一起探讨 预测未来的可能性 请站在这里